白羊座的人,定型的天不怕地不怕,遇到事情走上前卡卡就是干,你强我更强,我堂堂大白羊脑子里面就没有人聚个字。 白羊座的人的脾气来得快演续得快,堪称十二星色之罪,上一秒火爆炸锚,下一秒就可以跟你一起相约晚饭,真的令人哭笑不得。 白羊们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,开心就是开心,伤心就是伤心,TA们不喜欢往自己脸上呆一句,或者往自己身上贴标签,真实的可怕。 他们难过的时候,整个人都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沙,但是等他们发泄发泄,瞬间就又会变得阳光灿烂,白羊座的人交朋友也总是捧着一颗赤诚的心。 TA们不会给你来试道,讨厌你喜欢你一眼就看得出来,TA们就是那种传说中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,TA们对待朋友总是非常坦率,宁愿委屈自己,也不会委屈朋友。 白羊座虽然是火象星座,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的心思不细腻,相反的,TA们对于别人的情绪反应总是很敏感。 如果你有一个白羊座的朋友,你会发现,当你伤情难过的时候,白羊们总是第一个注意到并且来询问你的人。 白羊座在爱情上的反应也堪称神速。 当他们动心之后,TA们会迅速展开公式,追求加表达。 对于他们来说,想要的就要努力去争取,什么顺其自然都是骗小孩的。 白羊座的爱情同样是热烈而坦诚的,TA们愿意为喜欢的人付出,TA们很享受这样的过程,每一次付出对于他们都是有意义的。 但是他们也需要回应,需要知道对方的心意,这样才有让白羊们继续下去的勇气和激情。 如果你有一个白羊座的恋人,当你们意见不一,发生矛盾的时候,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直接白羊你的想法。 因为跟白羊沟通很简单,TA们有一点单细胞生物的特质,只要你说的有道理,TA们就会支持。 白羊做最怕的事情就是冷战。 比起冷战,TA们更愿意大吵一架发泄情绪。 冷战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令白羊抓狂,然后冷战的最终结果,就是白羊是失望于离开。 星座不能动心命运,但一定能给你启示。 关注作者,分享普通的是二星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